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突发 习近平将于周二访问上海 这是新冠疫情后的首次视察 马云重新投身商业 推出马厨房食品 中国科学家在癌症之王早期检测方面取得突破 中国工业利润增长放缓 通缩持续存在 关于中国不寻常的主权债券发行 有五件事需要了解 请大家收看 突发 习近平将于周二访问上海 这是新冠疫情后的首次视察 南华早报 据几位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主席将于周二访问上海 这是他自2021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商业中心 知情人士透露 他计划访问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一些在该市运营的科技公司 他们因讨论机密行程而拒绝透露姓名 消息人士称 习近平暂定在上海停留三天 尽管最终计划仍可能发生变化 消息人士称 这次访问是自去年 COVID-19大流行高峰期上海封锁两个月以来的首次访问 此前原定是中国国家主席前往旧金山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年度领导人会议的中途停留 但最终被推迟 本月初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E闭幕后 上海之行凸显了习近平恢复中国经济增长步伐的决心 上海拥有超过2500万人口 贡献了中国近4%的经济产出 是中国一些最大的外国投资者的所在地 包括特斯拉 通用汽车和华特迪士尼 此次访问恰逢上海自由贸易区FTZ成立10周年 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场 日记习近平将鼓励城市官员进行更多的市场自由化 以刺激跨境贸易和资本通过大陆的门户城市流动 因为对中国与西方脱钩的担忧日益加剧 中美解冻意味着北京可以专注于发展 而不是安全在最高领导人访问上海之后 上海作为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上海金融咨询公司诚信的顾问丁海峰说 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将有更大的自由 来支持该国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商务工作 2018年11月 习近平在首届进博会期间宣布 临港新城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将获得自贸区地位 以吸引全球投资者 特斯拉于2020年1月开始 从其位于临港的超级工厂三号工厂 交付其上海制造的汽车 该工厂是该公司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 阳山深水港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运输船码头 通过32公里长的东海大桥与临港保税区相连 马云重新投身商业 推出马厨房食品 彭博社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成立了一家名为 杭州马市厨房食品的新公司 该公司将销售包装农产品 自2020年北京对他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 进行打压以来 马云基本上退出了公众事业 此后 马云通过自己的基金会专注于农业事业 并与其他企业家一起支持共产党的共同富裕倡议 关于马云的新创业项目目前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中国科学家在癌症之王早期检测方面取得突破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工具 该工具在一线癌的早期筛查中显示出了潜力 这是一种最致命的癌症形式之一 这个工具是由阿里巴巴集团的达摩院和上海一线疾病研究所的临床研究人员共同开发的 它将非对比计算机断层扫描CAT与人工智能算法结合起来 在测试中 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特异性率达到了99.9% 敏感性率达到了92.9% 这个名为Panda的人工智能模型是使用中国一家高产量一线癌机构的3200多个图像级进行训练的 早期发现一线癌至关重要 因为早期诊断的高风险患者的中卫总生存期为9.8年 而晚期诊断的患者只有1.5年 然而 在这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可以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之前 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而且基于人工智能的成像应用尚未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 中国工业利润增长放缓通缩持续存在 彭博社 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在10月放缓 表明该国经济复苏仍然脆弱 工业利润同比增长2.7% 较9月的11.9%和8月的17.2%大幅下降 2023年前10个月的利润同比下降7.8% 数据反映了商品价格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压力 中国经济的持续疲软 如制造业收缩和房地产市场低迷 也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压力 利润增长乏力可能导致工业企业对扩张或招聘持谨慎态度 进一步加大了价格压力 关于中国不寻常的主权债券发行 有五件事需要了解 日经亚洲 中国政府已发行了额外的1万亿元人民币和1410亿美元主权债券 用于基础设施之初 将2023年的预算赤字提高到GDP的创纪录的3.8% 此举引发了关于是否表明领导层在财政政策方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的争论 一些分析师认为 这一决定表明决策者已经接受 未来需要更大比例的年度预算赤字 并且中央政府将需要承担更大比例的财政支出 以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 筹集到的资金将通过转移支付传递给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负责偿还本金和利息 其中一半的收益将在今年分配 另一半将延至2024年 随着中国警告加强监管以遏制价格上涨 铁矿石下跌 彭博社 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警告市场不要囤积和炒作后 铁矿石价格下跌 自8月以来 由于对房地产行业刺激措施的乐观预期 价格一直在上涨 然而NDRC的声明是在上周警告 不要炒作铁矿石价格之后发出的 随着中国变得不太具吸引力 西方药企转向印度 南华早报 根据十位行业高管和专家的说法 西方药企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印度 而非中国进行药品生产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制药原料生产的首选地 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促使各国政府建议从该国分散供应链风险 因此生物技术公司正考虑选择印度制造商进行药品生产 然而对于印度行业来说 好处不会立即显现 因为早期药物需要时间才能进入市场 艺术家曾范智在为中国国家终身服务后描绘了零Covid的情景 美联社 曾范智是一位85岁的退休建筑师和艺术家 他在深圳创作了一系列艺术作品 以纪念中国实施严格的零Covid控制措施三周年 这些措施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 尽管这些措施受到了广泛批评 但曾范智支持他们 并将人们对这些措施的遵守视为英勇行为 曾范智的大部分生活都为中国国家服务 设计纪念碑和建筑物 他的艺术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 这是他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长过程中 接触到的一种风格 他受到了伊利亚 列宾的作品的启发 列宾描绘了在恶劣条件下普通人的安静英勇 曾范智的艺术系列描绘了新冠疫情 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影响 从护士为居民进行试子检测到孩子们参加在线课程 该系列还包括居民被封锁在小区内 和戴着口罩的送货员 在封锁期间将杂货扔过围墙的画面 去年冬天 当控制措施突然解除时 曾范智和他的妻子感染了病毒 花了几周时间康复 尽管这次大流行具有历史性 但在中国 除了官方展览之外 几乎没有关于这个时代的描绘 而国家对艺术表达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 随着季节性顺丰的到来 人民币的复苏势头正在加强 彭博社分析师预测 中国的人民币将受到年底顺丰和出口商增加美元销售的推动 人民币在11月和12月历史上一直走强 因为出口商需要更多的本地货币 来满足年底和农历新年的现金需求 今年人民币一直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 但最近的反弹加上美元的疲软 可能会鼓励出口商兑换他们的美元存款 支持可持续复苏的乐观情绪 一些分析师预测 人民币将继续上涨至每美元7元的水平 这个水平是5月份最后一次出现的 中国的房地产刺激措施 引发了铁矿石价格的困境 彭博社 中国正在应对房地产危机的影响 同时也试图控制牛市的铁矿石市场 中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警告称 铁矿石市场存在投机和非法活动 政府还计划加强对港口存储的铁矿石的监管 以防止囤积 分析师预计价格很快将达到每吨140美元 并有人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 首次金融时报 中国对影子银行中置展开调查 金融时报 中国当局已对中置集团展开调查 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综合企业之一 也是中国影子融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此次调查是在中置集团宣布 其严重资不抵债 面临约364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后展开的 引发了对2.9万亿美元不透明的影子融资行业 以及其对经济放缓的敏感性的担忧 香港股市下跌 银行和比亚迪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报告发布前下滑 南华早报 在预计本周将出现进一步显示中国经济放缓迹象的报告之前 香港股市下跌至两周低点 在有关银行将被要求增加贷款 以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猜测中 银行股也下滑 而比亚迪由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占而下跌 恒生指数下跌0.6% 达到自11月17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的realm手机出货量突破两一台 南华早报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realm宣布 自成立以来已经出货超过两一部手机 realm在今年第二季度实现了这一里程碑 成为第五快速达到这一成就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realm的大部分手机都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出货 realm并属于BBK电子公司 该公司还拥有OPPO和Vivo品牌 只有包括Vivo 华为 三星和苹果在内的四家公司 在比realm更短的时间内出货超过两一部手机 realm现在正在准备推出其新款手机realm GT5 Pro 该手机将搭载高通的骁龙8 Gen3芯片和索尼的新微闪相机传感器 马来西亚取消对中国和印度旅客的签证要求 南华早报 根据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辛的说法 从12月1日起 马来西亚将取消对中国和印度公民入境签证的要求 免签政策将允许中国和印度公民在马来西亚停留最长30天 安瓦尔希望此举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增长并支持经济发展 中国和印度分别是马来西亚第四和第五大旅游来源市场 免签政策将进行安全筛查 有犯罪记录或暴力风险的个人将被拒绝入境 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内斯通过狡猾的外交手段解决与中国的悖伦问题 日经亚洲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最近对中国的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显著缓和 这是澳大利亚领导人7年来首次访华 阿尔巴尼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 此次访问还使阿尔巴尼斯超过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因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变得冷淡 尽管中国暗示澳大利亚屈服于其经济实力 但显然阿尔巴尼斯政府是基于战略利益做出的冷静计算 中澳关系在2020年4月恶化 当时澳大利亚要求对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当澳大利亚呼吁对COVID-19的起源进行调查时 中澳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弹 作为报复 北京对澳大利亚产品的进口实施了广泛限制 然而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制裁影响相对较小 澳大利亚很快找到了替代市场出口 此外 中国的经济压力策略适得其反 导致各国需要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 阿尔巴尼斯对中国的访问意味着澳大利亚政府的战略计划 他旨在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 争取时间来增强澳大利亚对中国潜在侵略的威慑力 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正在利用中国的资金来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 此次访问还凸显了印太地区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 领展房地产投资信托Link REIT 广州购物中心的开业展示了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首席执行官南华早报 领展房地产投资信托Link REIT 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翻新后的购物中心 这清楚地表明了该公司对中国内地的关注 该公司于2021年6月以4.51亿美元收购了这家购物中心 并将其更名为林展广场天河 该购物中心现在占地9万平方米 拥有160个商户和1000个停车位 这是林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在中国内地的第6个投资项目 是该公司关注大湾区的一部分 该购物中心的翻新费用约为4600万美元 目前的入住率超过95% 销售额从9月份到10月份增长了30% 中国加大打击金融腐败力度 三年内调查数量增加了4倍 日经亚洲 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加大了打击金融腐败的力度 以减少可能破坏金融部门稳定的风险 过去三年中 对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高级官员的调查 增加了4倍以上 这次打击行动也被视为缓解对习近平领导力的不满 并增强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种方式 来自腐败的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 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共产党通过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 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部门的控制 字节跳动大规模撤退 解雇数百名员工削减游戏部门 雅虎 据知情人士透露 字节跳动计划裁员数百人 并关闭其Newverse品牌 这家中国科技公司还在考虑出售其以40亿美元收购的 备受关注的上海蓝月亮科技工作室 字节跳动一直在努力从中国游戏市场的主导者腾讯那里获得份额 但一直未能成功 随着现金需求的增加 香港人汇率升至16年来的最高点 彭博社 香港银行间同业拆息率Hyper已上升至16年来的最高水平 年底现金需求增加了已经紧缩的流动性状况 Hyper的上升支持了港元 因为较高的利率使已该是货币计价的资产 相对于美国资产更具吸引力 本地货币已升至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预计香港的流动性状况将持续到2023年 这可能导致Hyper进一步上升 戴登将不参加联合气候峰会 白宫官员表示 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不会出席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Top28 这次活动预计将吸引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世界领导人 包括查尔斯三世国王和教皇方几个 总统的缺席可能会激怒气候活动人士 但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总统不出席每次气候峰会并不罕见 峰会将重点讨论 限制全球变暖在工业化前水平上升1.5摄氏度的进展 并讨论增加气候行动的方式 为什么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买家正在购买澳大利亚的优质房产 南华早报 据中介称 尽管澳大利亚的利率上升和房价飙升 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买家仍在澳大利亚购买住宅单位 根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房地产数据服务提供商Cologic的数据 澳大利亚一些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在10月份环比上涨了约1% 富达计划在中国退出多个基金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南华早报 富达国际计划在中国内地退出一系列共同基金 以利用该国快速增长的资产管理市场 该公司今年已在中国推出了两支共同基金 共筹集了60.8亿元人民币和8.62亿美元 并计划在2023年推出更多基金 富达在疫情后的时代见证了其业务的蓬勃发展 截至9月 其管理的资产达到7143亿美元 较2019年增长了22.7% 在中国的帮助下 斐济计划在20年内实现稻米的自给自足 南华早报 斐济计划在未来20年内在中国援助和高产农业技术的帮助下 实现自己自足的稻米生产 新冠疫情暴露了该国对进口稻米的依赖 促使政府将稻米种植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手段优先考虑 斐济目前每年进口价值2870万美元的稻米 主要来自中国、越南和泰国 由于政治不稳定和政府政策转向出口促进 该国稻米产业自1987年达到顶峰以来已经大幅下降 然而 由于亚洲餐馆的普及 稻米消费近年来有所增加 这促使政府再次支持稻米产业 中国一直以高产稻米种子、技术驱动的农业技术 以及对当地农业官员和农民的培训形式向斐济提供发展援助 目标是提高稻田产量并鼓励更多年轻的斐济人从事农业 政府还对机械成本进行补贴 并提供土地准备和肥料的补助金以支持该产业 中国银行支持的美元债券销售因违约担忧而暴跌 彭博社 今年以来 随着担忧违约风险的加剧和银行不愿提供担保 中国美元票据的销售额下降了90% 仅为10.4亿美元 与此同时 中国美元债券销售额下降了52% 缺乏担保限制了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内的低评级公司筹集资金的能力 银行现在越来越多地支持这类债务 引发了对担保的强度的担忧 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独角兽企业Carsom专注于东南亚市场 日经亚洲 在线二手车平台Carsom计划将自己定位于东南亚不断增长的市场 该市场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700亿美元 首席执行官Eric Chang表示 Carsom在2022年报告了超过15万辆车辆交易 并且Chang表示 随着公司加快努力 立即在2023年取得进一步进展 到明年年底实现进盈利 Carsom致力于在2023年底至少实现收支平衡 并且Chang对售后服务 融资和附属业务的增长充满信心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首先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斯的支持率 降至自选举以来最低水平 这可能与政府面临的挑战有关 比如高通胀 上升的利率 移民问题 以及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马云重新投身商业 推出了名为马厨房食品的新公司 这标志着它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中国科学家在早期癌症检测方面取得了突破 它发出一种人工智能工具 对于一线癌的早期筛查显示出了潜力 这将有助于提高一线癌患者的生存率 中国工业利润增长放缓 通缩持续存在 这表明中国经济复苏仍然脆弱 中国政府发行了额外的主权债券 用于基础设施之初 引发了关于中国财政政策态度的争论 中国警告加强监管已遏制价格上涨 铁矿石价格下跌 西方药企转向印度进行药品生产 这是由于与中国关系紧张 以及政府建议分散供应链风险 艺术家曾范志描绘了中国实施 零COVID控制措施三周年的情景 这些措施尽管受到广泛批评 但曾范志支持 并将人们对这些措施的遵守 视为英勇行为 人民币的复苏势头正在加强 分析师预测中国的人民币 将受到年底顺丰和出口商增加美元销售的推动 中国加大打击金融腐败力度 这被视为缓解对领导层不满的一种方式 最后 马来西亚取消对中国和印度旅客的签证要求 这将有助于促进旅游业的增长 并支持经济发展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有助于加强中马之间的联系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总结 我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